周一寇現在在節目上大爆料 蔣萬安的事情 但我覺得我可以感受到 陳時中非常的緊張 他越爆料好像彷彿 已經變成蔣萬安 另外一個隱藏的助選員 讓蔣萬安的選情 看起來本來是有點危險的 現在好像因為周一寇亂爆料 反而幫他加了很多分 周一寇在昨天的時候公布了 他說所謂的精華 女主角就叫做張淑娟 她是過往是曾經選過了 中國小姐的第一名 非常非常漂亮 如果他真的是 所謂的名媛的話 那還真的是 所謂的超級名媛 但是他這麼一爆料之後 其實姑且不論爆料的內容 真假為何 因為黃光琴 黃光琴 光琴姐 是當年時報召勳裡面 真的去報導這件事情的人 他有跑到飯店裡面 有看到人證物證 然後他有證據的他才寫 他說包一整層 這個他整個過程裡面 都沒有聽到這樣一個說法 他說沒有聽到沒有證據的 他就不會寫 他說他所有的證據都指向 女主角叫做王小禪 不過後來江湖上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張淑娟也有人講 但是當時在20年前的時候 當時整個媒體的輿論裡面 張淑娟立刻就被排除掉 反正那個時候討論是這樣 還有很多990 其他有些人都被點名被捲入 王小禪是極力的喊冤說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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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蔣孝妍還透過他的友人 在明明媒體講說 你這個女人真可怕 真歹毒 明明就是你還不承認 但是蔣孝妍也不是本人出來講 總之他就變成一個 一團迷惑 但是黃光琴 他是第一線去採訪有人證 他說根據他採訪到的資料 他覺得就是王小禪 當時王小禪是很生氣 還把所有媒體都告了一輪 好 總之重點 這個根本不是重點 我們接下來要選的是台北市長 不是要選蔣孝妍 也不是要選周一空 所以重點還是蔣萬安 當時蔣孝妍 這個緋文一傳出來 他立刻辭掉了總統府 秘書長的職位 你看光是這一點 現在民進黨政府差這麼多 民進黨政府王必勝 由小三還高升 不倫不類 差這麼多 大家都說國民黨多腐敗多腐敗 當時人家責任政治是這樣做 一劍爆立刻辭 辭成馬上遞給李登輝 結果現在王必勝小三 都拍到了還高升 蔣萬安今天也講說 參選帶給家人殘忍的傷害 他非常的不捨 我倒是在周一空的節目 看到一段 我覺得莫名其妙 蘇巧慧 蘇貞昌的女兒 他也在同一場 在昨天周一空的節目裡面 他聽到這個爆料過程裡面 他說什麼 他說我也選舉過 我選舉過 所以我知道 如果因為選舉 我的家人被攻擊的話 我會非常不捨 但如果遇到了 你就要直求對決 比如說他曾祖父的事 他曾祖父什麼事 蘇貞昌當年一直被講說 他們蘇家 就是蘇貞昌的祖父 被指為漢奸 當時有爆料過 蘇貞昌還特別拿入一些文獻 證明說他的祖父不是漢奸 他還很生氣 說這樣爆料的人良心何在 極所不欲勿施宜人 如果你說真的所有參選的人 你爸爸 爺爺祖宗 我都要把你拿出來 而且我都有正當性 好啦 陳其邁 你的父親當年被人家指控 周刊說有問到目擊者 有問到證人 他到紀州島裡面找了女陪室 進行性交易 而且陳哲男當年還真厲害 兩個晚上總共找了四個女生 蠻厲害的 佩服 當然後來陳家仁說要告 時報週刊嗆他 告之前你先好好問清楚 陳哲男 不然我們會告你誣告 結果這件事情就沒有下文了 沒有看到到底陳家仁有沒有提告 還是陳家仁後來有提告 有告成嗎 後來結果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是和解嗎 不曉得 因為後來就沒有任何新聞傳出來 我估計應該就是 他們大概自己撤告 還是他真的問了陳哲男 陳哲男說這個不好說 總之 己所不欲勿施宜人 我們去檢視現在要選舉的人 為什麼要扯到他的爸媽呢 如果要這樣子 是不是全台灣所有政治人物 他的爸爸 他的祖宗 所有八代事情都要拿出來講 好 我想請教賓哥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選舉選到這樣子 你怎麼看 其實這本來就是 選舉一種很惡劣的文化 說真的 蔣孝妍當年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跟蔣萬安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即使有 我們先假設他有做這件事情 蔣萬安本身是受害者 這到底跟他有什麼關係 如果蔣孝妍沒做這件事情 你們不是在污衊蔣家嗎 蔣孝妍跟蔣萬安嗎 不是又讓他受傷嗎 不管怎麼樣 這件事情不管從哪個方向看 蔣萬安都是受害者 你只會讓社會更加同情蔣萬安而已 至於現在更把一個無辜的人 老實講張淑娟還有另外一位 還有王小禪這個事情 我們在新聞界已經傳了二十幾年了 因為當年光琴姐是直接去 金華9天看 我是那時候TBS安排我採訪王小禪 我們當年都經歷過那一段 當然每一個記者 有每個人自己採訪到的部分 每個人有自己認為掌握到的證據 現在張淑娟說要提告 我覺得就讓司法去檢驗 到底怎麼樣 我個人抱歉 我的判斷 假設張淑娟真的提告 我覺得Coco姐跟玉琛姐 輸的機會比較大 我是這樣認為 因為 我們可以直接來看下一張 張淑娟在剛才已經發表聲明了 那最後一刻 他做出這樣的一個指控 他說他有經過四到五個層次的查證 他也問過蔣校園的辦公室 他也問過了金華所謂訂房的經理 經理給他證實 還有他說有媒體人 有親眼看到金華飯店的監視密錄器 監視器有拍到他在走廊裡面走來走去 想說你在走廊能拍到什麼 拍到輕輕握握還是他進出飯店 現在張淑娟他已經發出了這個聲明 他說他從25歲當選中華民國小姐 到37歲結婚 這一期間沒有鬧過任何的緋聞 所謂的金華事件是在1999年12月5號 當時他在東升主持兩個節目 身為主持人他怎麼可能會這樣 他是非常非常的自律 他也講說我從來就不是名媛 我也沒有用名媛自居 現在他自己在2017年2月 從台塑退休之後 他就是潛心在學習畫畫 今年還特別拿到了 東海美術研究所的碩士學位 相關不時的指控毀了他的民節 破壞他多年平靜的生活 他說這個民視蠟新聞的節目 還有包括臉書 對他本人 包括周一寇 蔡玉珍 不時的指控空穴來風 惡意栽贓 那趙一寇也講說好 那就透過司法來還原 當年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兵哥怎麼看 因為蔡玉珍每一次在被告的時候 都態度非常坦然 說他都已經經過相識的查證 不過歡迎來告 可是到最後的結果 大概九成以上都輸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比較懷疑 他們到底是不是真的經過 仔細查證 因為你從監視器看到一個人 在走廊上走 請問一下能證明什麼 只能證明他有去過那個地方 有去過那個地方 能證明他做了什麼行為嗎 這恐怕是兩回事 那訂房主管他能夠證明什麼 能夠證明這個人有訂房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有訂房就代表他有做什麼事 而且我發現蔻姐根本沒有問到 張淑娟本人 是啊 這不是更奇怪 他是當事人 你為什麼不去問他 因為當年為什麼我們要去問王小禪 那還有另外一位女主角 我不知道搞不好過兩天 他也被曝光了 那位女主角其實當年被傳出來的時候 他找了好幾位名嘴 跟他們 咕咕地講了四個小時 就是一直要證明說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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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那一位他澄清的力道是很強的 是 非常強的 如果去惹他的話 對 所以我想是不是因為這樣 他不敢去惹他 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是覺得不管怎麼樣 第一個 你這樣是幫民進黨嗎 我覺得你在害民進黨 而且你為了害民進黨之後 還害了另外一個根本完全無辜的人 已經脫離整個這個圈子 二十年的人 然後你要把他扯進來 我真的覺得非常無聊 你說蘇貞昌那個事情 當年我就覺得 不管他主婦是不是 這到底跟蘇貞昌什麼事 那請問一下汪精衛的小孩要不要火 陳靜欣的小孩要不要火 所以這不是很莫名其妙嗎 然後陳澤南的東西 當然陳澤南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可是這個你也不能因為他這樣 就說陳其邁做了什麼事情 除非你有直接連結的證據 所以我個人覺得台灣這種選風 我相信台灣的民風在改變 你越是這樣做 恐怕招致的反彈越大 最近蔣萬安的民調反而不跌反升 我覺得已經證明了 台灣人確實有在進步 現在所謂的綠媒在攻擊蔣萬安的協同 不是最近才開始 遠從大概大半年前就已經開始 包括我們看到友台的節目 已經換了主持人 但當時是怎麼講蔣萬安的協同 你知道嗎 找到了一位所謂的教授 叫做蔣元讚的 一開始大家都以為 他是所謂蔣家的研究學者 莫名其妙 在這個友台的過程當中裡面 突然變成是蔣家人 他說獨家拿出了蔣家的族譜 結果我仔細一看 浙江奉化所謂的中青旅台名錄 也就是說只要你這個籍貫 這個籍貫是在大陸的浙江奉化的 不管你怎麼樣 全部都會在這一本 不管你是不是爸爸小孩 你有沒有血緣關係 不管哪一種 全部都在這一本 這叫族譜 這樣叫族譜 然後以這個族譜來說 我們就是蔣家人 還有另外一個 他們還認真地畫了一個 這個樹狀圖 從蔣中正開始這樣畫下來 這一邊就是所謂的蔣元讚 問題是這兩邊 這兩系 這一大系跟這邊完全沒有連結 你畫這圖幹嘛 所以我 比如說我把謝家畫得一塌糊塗 畫了一個樹狀圖 然後賓哥畫了樹狀圖 然後說賓哥是我哥 就是這個樹狀圖 你沒有任何的連結 你要把他扯成說他們是一家人 莫名其妙 然後更妙的是 他要證明戶籍上是他 他說你看蔣元讚 他自己寫了 這邊是他自己寫 他說沒有我應該叫蔣友讚 而且讚應該是炎字盤 我是有自備的 然後人家問他說 那你的爸爸為什麼不是蔣介石 他說因為我爸爸的名字 是蔣介石的畫名 這樣做節目也太容易了吧 這樣做節目也太戲劇化了吧 好像是細說台灣的政論版這樣子 真是莫名其妙 現在王光晴也告訴大家 說你看 陳時中有一個背後靈 叫做周玉寇 其實現在有人更多的口號 就是投給蔣萬安 就是教訓周玉寇 投給陳時中 就等於支持周玉寇 這個想法大家越來越深 當大家去問他說 你怎麼三不五十都要聽周玉寇的 這個你可不可以跟他 因為連今天有個記者就問他 那個周玉寇這樣子 已經做得讓大家覺得莫名其妙 怎麼會打到人家的血統 DNA什麼的 你要不要勸勸他 記者問他 你要不要勸勸他 記者問的也蠻可愛的 陳時中回答說 你要說我跟周玉寇有連結 你只看連結 大家還記得他的經典名言 經典名言第一個 人跟人的連結 他就講那個萬華的性交易 他說人跟人的連結 沒有人說你跟周玉寇連結 你怎麼自己講到說 你跟周玉寇的連結 我記者問的也沒有連結這兩個字 他說如果你要說我跟周玉寇連結 要有證據 證據是什麼 DNA嗎 陳時中越講越奇怪了 這個過程真的莫名其妙 楊敏怎麼看 其實蔣元戰這個事情 我記得我們在節目裡面討論過 有討論過 對 那當時我們就說了 第一個他要先證明他是蔣家人 對啊 你不能自己講 現在還有個問題 因為周玉寇說他握有蔣家的毛髮 要跟蔣萬燕這個DNA 就所謂的蔣家後代的毛髮 我本來以為他是去桃園林寢 把那個毛挖出來 結果不是 結果是說他是蔣元戰的毛 今天你蔣元戰要能夠證明自己 你要先證明自己是所謂的蔣家後代 才有這種什麼 我可以跟他去對照DNA這種事情 那今天你這樣一個路人甲 突然說我姓蔣 所以你是我蔣家人 你們藥州跟韓濱都姓謝 你們也可以低血認清一下 我坦白講 如果他跟蔣萬燕的淵源 我跟蔣萬燕比較有淵源 真的嗎 因為我們長得有點像 那當然我覺得 現在陳時中跟周玉寇 這個組合叫玉石聚焚 周玉寇的玉 陳時中的石 玉石聚焚 所以現在綠營內部也發現了 王浩宇的前部分區議員 他今天 他說周玉寇你不要再 為了消費收視率 去打這些有的沒的 他有什麼資格說別人 可是他講了一句很重要的 他說這一個禮拜 陳時中的中間選民跟年輕選民 掉了5% 這是一個綠營內部 他們是 我相信王浩宇看得到這些數據 他之前去告二創的時候 就掉一堆了 沒錯 所以你看 他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他提醒 我不敢說他警告 但他提醒周玉寇 不要再為了收視率 去打蔣萬安了 好 這樣的事情 是綠營內部的側翼互相內訪了 就 我本來講什麼咬什麼 到時候怕被告 但是這個你就知道說 現在周玉寇變成一個 尾巴咬狗 而狗沒有辦法操作 他的尾巴了 就是側翼變成主角 當然我覺得你看 像剛剛你講 包括四叉貓也是 對 剛剛你講 這個什麼 支持周玉寇就是支持陳時中 投給講萬安就是教訓周玉寇 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那黃珊珊呢 還有他 對 所以現在 他被邊緣了 黃珊珊現在是最大受害者 這兩個禮拜 最近出來的幾份民調 黃珊珊沒有增加了 要嘛是平盤 要嘛是往下一點點 他好像往下降了幾% 對 所以我說 現在反而是黃珊珊 要有危機意識 這個議題繼續炒下去 你不管是什麼 蔣孝妍的這個八卦 不管是什麼 低血認清DNA 這些對黃珊珊絕對不利 因為這個會導致 所謂的藍綠對決的局面 而對於這種所謂的 一般的民眾 看了我覺得好無聊 然後這種也能猛 反而對蔣萬安的選情是加分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人都覺得 寇寇姐是不是 其實是無間道 就是他其實已經是希望 畢竟當年蔣萬安上他節目的時候 他們距離也坐得滿近的 你不要忘記 蔣萬安曾經講過一段 他說他發現自己的身世 是因為在圖書館 看了周玉寇寫的書 那一本叫 蔣經國與張亞洛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感糾葛 對 所以我說也許 周玉寇這個大解頭 他有這個風範 他現在覺得他要投桃暴離 所以你知道綠營現在趕快請他 不要再繼續打了 再繼續打 對綠營很傷 那如果是這個套路的話 我只能講寇姐真的是太偉大了 他另外一件事情 你如果說 因為他們扯很遠 說怎麼講家的事情 就是大家公眾的事情 如果不是因為信蔣 你怎麼今天有資格當立委 他的正當性講得跟真的一樣 好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那王必勝憑什麼 可以高升為指揮官 高升為衛福部的次長 那標準是什麼 如果說你都是秉公處理的話 去年10月周刊拍到他跟小三出雙入隊 幾乎快要把這個原家庭給拋足腦厚了 那鬧了這麼大一件事情 沒有任何的懲處 既過這些都沒有 也沒有調職 你看蔣家 那個蔣孝妍當時一見報 立刻就請辭了 二話不說 馬上就請辭 結果王必勝都沒事 當時陳時中還講說 有 我有懲罰他了 本來我們把他選為模範公務員 但是就把模範公務員拿掉 這就是懲處了 這就是所謂的懲處 結果更令人傻眼的是 隔了半年之後 王必勝高升為衛福部的次長 而且衛福部的部長 居然沒有擔任指揮官 薛瑞源這麼厲害的人 有法學學位 又有醫師的資格 這麼厲害的人 結果他不能當指揮官 這一個楊小三的變成指揮官 民進黨的責任政治的標準 到底是什麼 無德還無能 王必勝這幾天 大家很少在注意指揮中心 可是因為要開始解封了 突然發現王必勝 還真的讓大家都瘋了 超級無能 一問三不通 什麼都不會 昨天上週一庫的節目 告訴大家 林佳琪之後 口罩令就會鬆綁 到了中午記者會說 沒有 我們還是要戴到年底 然後連部長都跳出來說 因為年底還有流感的疫情 乾脆口罩還是戴好一點吧 那指揮官到底是你還是薛瑞源 那你這個指揮官沒有辦法一言九鼎 要你做何幹嘛 你沒有用 昨天更奇怪的是 當記者問他說 因為我們要開放國境了 那進來台灣玩的最大宗是誰 陸客吧 大家陰陰期盼的就是要人民幣 這一些觀光客 這一些賣吃的飯店 不是熬熬逮捕等的就是陸客嗎 那這個所謂的開放國境 陸客如何進來 不就是首要之最重要 重中之重的嗎 好 不知道是王必勝沒有想到 還是他叫不動陸委會 以往如果陳時中還在 相關部會 如果說是跟開學的指南 誰會來 教育部長一定親自來 坐到邊邊角 由他來親自說明政策 現在要開放國境了 陸客到底能不能來 王必勝在記者會裡面 被記者問到 他說這個部分要問陸委會 後來陸委會開記者會 有講出一套規則 王必勝 人家不理你嗎 人家沒有把你當一回事吧 畢竟你也只是個次長 還養小三 所以人家陸委會看不起你嗎 為什麼以前陳時中 可以把各部會叫來 指揮中心一併說明 為什麼一定要到指揮中心 因為他同時是兩岸政策的問題 更關乎我們的防疫 怎麼可能交給陸委會 自己去做決定 一定要到指揮中心 同時間接收媒體的監督 這樣才有辦法 不然之前陳時中幹嘛這樣講 你為什麼做不到 好 同樣的大家在問他 取消電子圍籬 入境0加7 那七天裡面 萬一確診的時候怎麼辦 結果指揮中心說 只能靠檢舉 那我怎麼知道 今天有一個人在馬路上走 我是要火眼金星 我是要開天眼嗎 還是營養眼 我怎麼知道誰是陽性 爬爬罩 看他人走過去 拿東西戳他冰狗 還是要發明一種試劑用噴的 一噴 冰哥 你是確診的 我怎麼知道誰確診爬爬罩 你開什麼天大的玩笑 無德無能 然後沒有責任政治 這種人居然現在要當我們的指揮官 還有另外一個最新的 林勢弊說 日本不承認高端的疫苗 如果要進來的話PCR72小時 自己花錢要花3500 如果急見 我急著要去日本的話 4500 好啦 王必勝的說法非常非常非常的逗趣 日本不承認高端 沒關係啊 再觀察一下 也許有一天 就沒有疫苗的限制了 人家是問你不承認高端 你說等...等到哪一天 人家所有的疫苗限制都沒有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有夠天才的 怎麼會那麼天才 營哥怎麼看 王必勝今天其實還有補 那如果急著要去就可以PCR 就是花了3500 對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表示 他根本沒有解決的能力 那沒有他 跟有他的差別是什麼 沒有他 所以我覺得防疫指揮中心 早就應該要裁測掉了 因為你看 其他各部會也不太理你 你顯然沒有橫向溝通的能力 連陸委會都叫不動 那為什麼我們過去說 一起開設應該是行政院長來主持 因為理由很簡單 因為他要調動各部會 各部會都要遵守他的命令 過去為什麼陳時中能夠主持 一方面疫情真的很緊急 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蔡英文跟蘇貞昌都直接幫他背書 所以他才能夠做這件事情 那現在王必勝顯然還不到這個 所以你就插了一節 陸委會已經是全政府單位 頭最沒用的單位 因為平常根本沒事蓋 他都不理你 還有哪個單位會理你 所以王必勝根本就不應該 在那個位置上 那如果當年張孝妍比照辦理的話 那他當時已經總統府秘書長 那他辭掉他應該要升行政院長 對不對 不然的話 因為你看陳菊 如果蔣孝妍活在現在民進黨執政的話 馬上就變行政院長了 對啊 因為你看陳菊 後來不是去當 至少要院長級 他當建廠院長對不對 所以他至少要升到院長級 所以蔣孝妍看到王必勝 會覺得身不逢時 是啊 多可惜 而且王必勝做得更狠 他不在小三還帶了一個小孩 對 失身子 是 所以我就覺得這整個亂了套了 那今天這個防疫指揮中心 根本不應該存在為什麼 因為防疫指揮中心 現在連頒布命令 都要到周遇寇那邊去頒布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以周遇寇所在的位置 作為防疫指揮中心 不是嗎 那周遇寇才是防疫指揮中心的 當然指揮官 我建議這樣比照辦理 國家也可以省一大筆預算 然後周遇寇可以叫得動人 你王必勝未必叫得動 不然的話你看 周遇寇可以指揮陳時中 可以指揮你王必勝 你王必勝能夠指揮陳時中嗎 所以我覺得周遇寇 幹防疫指揮官 才是真正用人得當 賓哥有些動詞 我們還是小心一點 要說我補充一下 是 很多民眾可能如果他 比如說他不想花這個錢 那你又打了高端 你可以提醒他 可以到醫院 注銷高端疫苗的注射 可以 重打嗎 注銷完重打 你有時間你可以等兩個月 就是說你打完一劑之後 等兩個月再打第二劑 好 那你再去 對 就是說你得要花時間 可是有些人必須要出國 你又打了高端 那你必須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因為PCR會有風險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 是疫情高峰 你可能一過去發現 陽性 對不對 你沒辦法去 可是我坦白講 因為打高端 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被迫的 因為當時的規範 然後沒有疫苗 他急著去打高端 但有一批打高端 但是因為他說 他是有台灣價值 他是愛台灣 那就套於至於陳時中自己講 你當時做了選擇 現在就是 要付出你的代價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